肺大炮是什么病严重吗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杨春莹 西岸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主人医师 肺大炮有先天性的 有些人生下来就有肺大炮 它消失不了 有一部分人它是激发于其他疾病 最常见的就是激发于慢走肺 肢气管哮喘等等 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 也容易发生肺大炮 一旦形成肺大炮 往往消失不了 如果这个肺大炮破裂了 尤其是胸膜下的肺大炮破裂了 会造成气胸 气胸这往往比较重要 因为它可以引起患者气短 呼吸衰竭 如果是一个张力性气胸 可以导致死亡 所以对于肺大炮来讲 它重要的就是 害怕它破裂 一旦破裂造成气胸 就比较重要要重视